這十二拍手 還是常問那十四 最近有沒有關心一下中午 教會本身是沒有問題的 那通常要處理人的問題 比較困難一點 其實總結婚會不會覺得說 事情就先話下去一點 是的 柴美鳳公親辯士主 捲進蕭天天風不被罵 回應網友四個字 這十二拍手 還是常問那十四 紅染黃柴美鳳 經出席黃金歲月演唱會記者會 將在4月22號23號在北六開場 剛好紅染紅是宋大明 意志性教會教友 被問到宋一鳴 蕭天天絕對事件 最近有沒有關心一下 中午比他們的親切 剛剛中午還會有發文生氣 前年蕭天天控訴遭勞工家暴 卻被教會主等報警 宋一鳴老婆陳薇琳跟白家綺 都要她原諒 引起軒然大波 宋一鳴經反擊 PO了4000字樂樂等 還原事發經過 沒有交到辦公室 碼30分鐘 白家綺吳東諺到警局 不是賭人 是照顧天天等等等 控蕭天天扭曲真相 被傷得體無完膚 我是在達明 他是第一嘛 我是在達明的意志性教會 那其實我跟達明認識的 這接近一年的期間裡面 我對他非常的了解 然後我覺得 教會本身是沒有問題的 那通常要處理人的問題 比較困難一點 那我覺得大家都用一點 愛跟包容來看待這件事情 沒有這麼嚴重 那媒體把他抱得太嚴重了 像咱家綺他們現在就被 公親變數學 公親變數學 這就是我們比較不甘的地方 之前美鳳姐為白家綺 換家綺結果被罵 美鳳姐都不會覺得說 事情就先換下去一點 是的 對 不要再講了 就給他們一點時間 對啊 謝謝大家 謝謝 這一陣子因為 小天爺跟白家綺 好像夾在中間 手心手背都是弄 所以有網友在罵 妳有看到這件事嗎 我都尊重 謝謝他們的 尊重每一個人的發言 我覺得我都尊重 那妳這樣還是會很難過嗎 因為妳是夾在中間 如果繼續 我就更難過 不好意思 因為小時候你跟宋義明 宋達明他們兩個也都蠻好的 那這次事情妳有去關心一下他 什麼事情 嗯 我在達明的教會嘛 對 然後他們兩個兄弟 呃 我都熟 但是達明 呃 我是跟他同一個教會 更親啊 更近 那他們兩個個性是完全不同 對 那以我對義明的認識 他很保守 很謹慎 所以 在這件事情上面 呃 我跟達明一樣 我覺得 都不要再坦 因為 越坦就越描越黑 那我們多一點包容 多一點愛去彼此包容一下